清仓处理,最后三天 你有没有经常在一些地方看到这样的标语呢 结果证明天天都是最后三天 这已经成了你我都行之肚明的笑话了 不过你不一定知道在科学界 也有一个几乎跟它一模一样的笑话 尽管版本高级一些 那就是关于可控核聚变了 人们总是在说 可控核聚变在未来的10年内就能够变成现实 结果就是啊 这个未来10年似乎对任何事后来讲都是未来的10年 是的 这种属于未来的发电方式呢 燃料丰富,安全可靠几乎没有排放 只需要一身海水就能让你的汽车 不带尾气的跑长4000公里 有不有人啊 当然有人啊 难怪从政府到民间 从机构到个人都想方设法在网里面铺 可是每次人们认为我们就快要走到终点时 结果却发现只不过又是被自然的力量给耍了一次而已 我是火箭叔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要用上这种无尽的清洁能源 还需要我们等上多久 首先为什么要用核聚变 其他能源就不香吗 化石能源 煤炭石油天然气 我们用的最多 属于环境污染 气候变暖 正在让我们痛苦不堪 水利低热 那更是稀有资源 传统核电也就是核裂变 从一开始音箱分就是负的 它总是让人想起差点 就把人类给毁灭了的核武器 实际上随着核飞料越积越多 人类也的确正在走向那个危险的边缘 太阳能风能很美好 但依然不够可靠 所以看来看去 似乎只有核聚变才是最完美的能源解决方案 为什么呢 头顶上的太阳给了我们使用这一能源最充分的理由 太阳就是一个天然的核聚变反应堆 所有的光和热 是的 我们其实已经享受到核聚变带给我们的好处了 都是来自于太阳内部的氢元素 合并成重元素所释放出来的能量 这里的氢元素和重元素分别指的是氢和氦 一个典型的核聚变反应就是这么简单 当温度高到一定的程度 物质就从我们熟悉的三种状态 固液气变为第四种状态 等离子态 此时电子从原子脱离 于是原子核与电子都开始了自由的传说 原本由于原子核都在正电 它们彼此之间会相互排斥 根本结合不到一块去的 除非速度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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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快 快到排斥力还来不及 把它们俩推开之前 它们就撞在了一起 但要为原子核提供这么高的速度 非得要有上亿摄氏度的温度才行 让我们复习一下 太阳核心的温度也不过才1500万摄氏度而已 为什么这里的氢和就能够抱在一起形成氢和呢 没想到吧 太阳居然做了一个弊 那就是它用压力换掉了一部分的温度 太阳的质量巨大 所以能够在它的核心产生超强的压力 活生生的把两个原子核之间的空间给压小了 所以哪怕速度慢点 但抱上去的概率呢 却极大地增加了 好了 说到这儿呢 我相信你已经明白了核聚变是怎样产生的了 就是高温和高压 简单吧 在太阳上很简单 不过在地球上嘛 两个条件同时满足 还能够维持上一段足够的时间启动区变 真的是太难太难了 迄今为止啊 科学家发明了两种使等离子体热到足够融合的方式 磁场约束和惯性约束 当然两者在现实当中都有各自的版本 我们可以把它们看成是 未来可控核聚变电站的demo版 ITER Eater 是一个建造在法国 由30多个国家共同参与的国际热核实验队 它也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一个可控核聚变项目了 采用的就是磁场约束 解释起来其实很简单 因为高温等离子体的温度 已经超过了地球上所有耐高温材料的极限了 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它不要碰到任何的东西 好在等离子体里面都是一些带电的粒子 磁场可以隔空控制它们 于是ITER就一边使用超导电磁 来控制位于真空中的等离子流 一边用液氦来为磁铁降温 从而创造出宇宙当中最为极端的冰火两重天 可控核聚变的另外一种方式呢 惯性约束是利用超强激光来点燃 位于一个圆球中央的微小燃料 当所有的激光束从各个角度 同时击中那个小药丸的时候 超高的温度和超强的压力 将会为其中的原子 创造一个融合在一起的完美条件 你说这个时候它不发生 何聚变对得起我们 花在激光上面的电费吗 对了 你反应过来没 不管是采用以上哪种方式 我们原本是希望用这些热和反应堆来发电的 结果现实却是我们为了让它发电 反而还需要为它提供更多的电 这不一赔本买卖吗 是的 迟到现在这都是可控何聚变最为尴尬的一点 除非它能够证明自己拥有更高的争议比 否则笑话还会继续下去 Eater希望在2025年时告诉人们 如果你给我输50兆瓦的电 我就给你送出500兆瓦的电 实现10倍的争议 而除此以外 也有更多的私人公司参与到这场新能源的竞争中来 其中就有亚马逊CEO 杰弗·贝索斯投资的通用巨变公司 他们都声称自己能够在未来的10年内生产出高效的核聚变电力 好吧 希望未来的10年是真正有期限的未来10年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 让科学更有趣